週四 美國司法部宣布 基於法律和安全考慮 美國政府多個部門支持 禁止中國電信集團在美國市場運營 外界評論認為 中共在全世界的擴張 讓各個國家都感到了威脅 目前國際社會越來越認清 抵制中共勢在必行 4月9號 美國聯邦司法部宣布 美國國防部、國土安全部和國務院等機構 向美國通信委員會提出建議 吊銷並終止中國電信集團美國公司 在美國市場的營運許可 這些部門一致認為 中國電信在美國的運營 涉及重大的國家安全和執法風險 原因包括 中國電信集團很容易受 中國政府的利用、影響和控制 其次 中國電信在美國運營的性質 為中共提供了進行惡意網路活動的機會 令經濟間諜活動有機會在美國 竊取經濟信息 干擾美國的通信 旅美中國問題研究人士張健披露 很多在美國的中國高科技公司背後 都有中共的身影 都存在極大的安全風險 美國所有的部門 執法部門 情報部門 都在問的問題 你的數據去哪裡了 你怎麼保護客人的安全 所以美國是有法可依的 這些東西好像是看不見摸不著 但是它對每一個人是非常重要 瞞得了一般的老百姓 但是瞞騙不了美國的政府機關 所以司法部這次這樣一個舉措 只是在對中國這些高科技的企業 在美國的打擊的環節之一 據公開信息顯示 中國電信集團的美國公司總部 設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的赫恩登 該公司網站稱 他們在芝加哥、達拉斯、洛杉磯 紐約等地都設有辦事處 並在全球110多個國家 提供綜合通信和信息技術服務 但去年9月 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和共和黨參議員柯頓 曾要求聯邦通信委員會 搞慮禁止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 在美國運營的批准 理由是中共可能會藉此 對美國政府進行間諜活動 中共在全世界的擴張讓美國或其他國家感受到了威脅 並且中共它一向是善於說謊 善於欺騙 善於專控制 善於挑戰別人的法律 所以全世界對中國的信任越來越少了 全世界都在認識到中共的這種威脅 開始了自己的去中國化的這個過程 不想把自己的國家安全、經濟安全綁定在中共的身上 前大陸公民記者、網路工程師周曙光表示 現在國際社會越來越清醒的認識到 被中共綁架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許多國家都在擺脫和抵制中共 另外 除了中國電信與中國聯通之外 另一家中共電信企業 中國移動從2011年開始就申請進入美國市場 試圖擴展網路服務 不過在去年5月 美國通信委員會以投票無比零的結果 一致反對並否決了中國移動的申請 這些企業好像似乎都沒有各種各樣的關聯 但是它在美國運營了之後 也在美國形成了一個中國內部的一個企業網 那這個網路在美國一旦搭建成功以後 它在美國獲得的資訊 就是幾何級別的一個增長 這是美國最擔心的一件事情 同樣也是美國人民每一天都在擔心的 張健表示 他相信在未來 還會有更多中共企業對美國政府抵制 最終的結果很可能就是 中國的很多高科技產業鏈會斷從在美國